报告,警惕中共互联网管控模式,威胁全球信息自由,一份最新报告,对中共管控互联网的模式,发出警告报告认为,中共的互联网管控模式,有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趋势,从而对全球的信息自由构成威胁。 随着高速互联网技术,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普及世界及虚心的互联网监管机制,这份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Santafar Global Development发布的报告,指出在科技巨头谷歌Google,和脸书Facebook,的推动下互联网在第三世界得到了快速普及。 报告说脸书23亿月,活跃用户中的70%以上,来自非洲和亚洲而印度,也刚刚超过美国。 成为拥有脸书用户最多的国家月,活跃用户达到2.5亿6亿方面。 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场的占有率,高达92%,其移动操作系统Android,被安装在20亿部移动设备上, 在这一背景下各国,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监管机制,从而更好地管理互联网。 这给了中共向第三世界,推广其互联网监管模式的机会报告的作者之一, 全球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员迈克尔皮萨Marco Pissett,对美国之音表示, 一些国家开始效仿中共的模式,他说,我们看到一小部分带数量血,不断增多的国家,正追随中共转向更具压迫性的互联网管控体制, 而与此同时,中共官员对于分享他们管理互联网的经验和做法,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皮萨表示, 如果中共管控互联网的模式,被输出到更多国家,这会对全球信息自由构成威胁。 他说问题在于一些政府,比如一些西非国家政府,还比如越南刚刚在1月1日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。 中共的互联网监管机制,是中共使用数字技术,进行新闻审查和信息监控的微权统治模式的一部分。 自由之家去年的一份报告,就谈到了中共在给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,提供相关技术培训, 教他们如何使用高科技,对国内进行监督和监控,并且在必要时候阻断意见。 批发建议,各国应该以推动开放互联网为指导原则构建互联网监管机制,去应对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模式。 他说我提出的建议,是关于如何加强开放互联网方面的我们,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改善, 让互联网更为开放同时把用户的风险降低。 但专制政权,仍然会继续推动更为高压的互联网管控。 但我认为,仍然会有很多国家会支持折衷的方案,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。 如果目前的互联网监管机制不成功的话,这些国家或许会认为中共的模式更具吸引力。 报告说开放的互联网,属于全球公共产品,能够给用户带来社会和经济利益因此维护。 互联网的开放,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政策。